亲密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终极教程 我是袁卫红 那今天呢 同样呢 我们也是讲定式之后的一些变化 大家请看棋盘 黑棋 白棋 二连星 然后呢 黑棋 挂角 白棋 一间 地家 双飞燕 这个双飞燕在前面几堂课当中 应该说讲的内容啊 也是比较多的了 然后白棋 一家 但是前面那几堂课呢 没有讲这个 直接这个点三三的这个变化 这个直接这个点三三 这个变化应该说是 最早的时候啊 是流行于这个韩国 所以呢 很多人就称它为韩国流 也叫做韩国定式 因为韩国人先下出来的 那么它这个点三三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之前这个基本的变化图 在很早的时候呢 也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拖 火 尝进去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变化图 那么黑棋 直接点三三 它是什么意图呢 它的意思啊 就是当我点的时候 你要是虎下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尝回去 由于少了 这两个斑段的这个变化呢 以后黑棋啊 有一个这个顶的手段 你要挡住 那么黑棋有个斑 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是黑棋有利 白棋明显不好 至少呢 它这个地方还欠了一手棋 假如说白棋再来补一个的话呢 那我想 这个首先从这个手 手术上已经落后一手 最关键是 呃 太局促了 这个形状 所以 这就是黑棋 直接点三三的这个意图 当然 那这当然是 黑棋一厢情愿 希望是白棋能够虎下来 那我们来看以下的这个变化图 白棋挡住 我想应该也是必然的 也有的呢 可以走仗 那以后我们再做详细的介绍 那么先说这个 黑棋爬 白棋粘 黑棋立下来 白棋立下来 这个形状呢 就是直接点三三之后的一个 呃 基本图 那么也有的 其你可能会问 这个挖好不好呢 这个挖 当然了 这个棋 在棋盘上每个子都是能下的 可是就是要分析一下 这个好不好 就算白棋挡下来 我们严格的说 应该这样子呢 你想 两 这两手要是不交换 多好呀 因为这两手一交换之后 以后黑棋啊 有这个搬出来 这个扶击的手段 因为这个撞紧了一气 对白棋这个 对杀呢 有可能会起到 这个负面的作用 所以这个棋啊 同样的还不如 这个直接的沾上 呃 直接沾上之后呢 黑棋 我们来看看 嗯 有的 西米可能喜欢 这个针纤手 压住 搬 然后呢 黑棋 白棋搬 黑棋接上 白棋接上 他觉得呢 这是一个 先手 那也可以先这样子 先打一下 接上 黑棋再沾上 白棋 真吃 假如这一代 引真一下 嗯 这个图形 虽然呢 黑棋是争得了 这个先手 可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白棋啊 这一道墙啊 就是很厚 铜墙铁力 没有任何的 这个毛病 嗯 就算黑棋 这个地方呢 右边啊 连成了这个三连星 但是由于这个白棋啊 太厚了 他随时啊 就是能够 对这个三连星呢 形成这个 呃 危险 所以嗯 这个黑棋这一边的三连星呢 不见得是 想象中那么好 而且以后 这一代 利益什么都是先手 对攻击这个黑棋啊 也起到了 这个很严厉的作用 所以黑棋呢 企图想走成这种 先手呢 这个图形是不成立的 希望大家 嗯 能够 学习一下 这个顶是不好的 那么当白棋 粘的时候 黑棋 直接粘怎么样呢 直接粘的时候 白棋这个粒啊 是好棋 那黑棋 白 黑棋这个时候是 顶一个呢 还是挡下来呢 我觉得黑棋怎么走 都不会满意的 如果顶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 挡住 黑棋扳 嗯 白棋退 黑棋爬 白棋 同样呢 也是长 虽然这个图形啊 比前面直接这个顶过来 这样黑棋要稍微要好一些 可是这个形状啊 跟前面那个白棋啊 也大同小异 应该说也是很厚 这样子这个图形呢 是嗯 黑棋不太好的 况且 这个白棋啊 还有其他的下法 这个比如说走这个之后 嗯 是形成了一道后事 那这个时候白棋呢 还可以连搬 它连搬什么意思呢 连搬的时候呢 黑棋只有这样子 把这个子吃了 然后白棋叫吃 黑棋还得接上 虽然这个地方啊 白棋送掉一个子 但是呢 这是白棋的苦肉计 它取得了先手 在这一代 这一代 总之这一代家 嗯 这个黑棋不好跑 由于这道后事太厚了 一旦跑出来的话 被白棋攻的会很惨 所以 这个 这几个变化图呢 也是黑棋不能忍受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嗯 当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顶住怎么样呢 黑棋顶住的话呢 白棋也是顶住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图形啊 应该说也是不太满意的 你就算拆一个 那白棋也拆过来 被白棋降逼住 由于这个地方很厚啊 应该说这个图形 也是白棋要稍好的局面 所以请大家要记住了 好的 那么说完这些 不太好的变化图之后 我们来 嗯 继续看其他的 就是前面我已经摆过了 立下来呢 是基本图形 白棋 立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呢 是基本图形 那么黑棋呢 也有选择不挡的 我们来看看 有不挡的话呢 很多的棋油 我想已经 当这部棋不挡的时候 肯定有这个拆 或者种种的手段 我们就来说 单拆一个怎么样 单拆一个 那么白棋 跳进来 接着 黑棋呢 因为由于这个地方被脚上了 白棋跳进了 它肯定是要去做活的 它先吼一个 嗯 白棋挡住 然后呢 黑棋再扳 长 扳 白棋再退 这个时候呢 又取得了一部先手 那么它继续拆 这个图形啊 应该说 虽然呢 白棋也是很厚 可是这个黑棋啊 就连续的抢到了这个先手啊 这样子呢 这个图形应该说是 黑棋要稍满意的这个变化 那么到底什么地方 白棋就是晒得不太好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当黑棋啊 这个地方猴的时候 白棋 比如说 往上长怎么样呢 往上长的话 黑棋 火 肯定是要忙于求活的 先冲一下 然后白棋 黑棋 这个作眼 嗯 这个已经活了 最关键呢 这个地方外面啊 它是有问题的 那白棋要接上 嗯 就是当白棋接上的时候啊 我就想请问一下 电视之前呢 这个好多棋迷啊 这个白棋沾上的时候 黑棋能不能脱鲜呢 假如说黑棋觉得 嗯 这局部已经是活了 脱鲜 走这一代怎么样呢 如果要是脱鲜的话 我想就想请大家算一算 这个左下 左下角这个局部啊 到底是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那如果普通的 爬 那黑棋挡住 那这个局部已经是活了 那当然呢 这个白棋不会这么简单呢 就让白棋 黑棋就是活棋 那它走什么呢 先立一个是好棋 黑棋挡住 接着呢 白棋叫吃 黑棋你就算冲一下 然后再打 白棋接上 这个时候呢 白棋提过来 先做个眼 提过来 这个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 所以这个打结呢 是白棋无忧解的 你想想一上来之后 这个某一个局部 顿时形成了 就是黑方马 自己是被白棋 走成这样子 打结杀的话 我想每一个棋 你肯定都会觉得 这个局部呢 是黑棋吃亏的 那就说明了 当白棋这个粘的时候啊 黑棋这个局部呢 是不能脱鲜的 请大家记住一下 这个图形 是黑棋不能脱鲜的 脱鲜的话呢 被白棋一立呢 就已经有问题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变化 当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如果粘上怎么样呢 粘上的话 这个白棋 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飞一下 即可 就麻烦了 你要走这个 我就一叫吃 你要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已经很简单 就已经死了 这个时候再拐 当你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爬回来了 由于这两个交换 就已经黑棋的眼位 是不行的 那么点的时候 黑棋靠怎么样呢 靠我就叫吃 你冲 我就提掉 你这个一粘 我觉得已经有问题了 白棋就算这个时候 接上也是一个打结 况且 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还可以接上呢 接上不行 接上被他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要注意了 接上的话呢 黑棋就有一扑 好棋 提掉 你叫吃 接上那就冲死了 所以 白棋没有关系 他就直接接上 打结 跟前面那个图形呢 是一样的道理 是打结杀 所以 这个 黑棋是不能脱先的 大家请记住了 那么 既然不能脱先 那黑棋必然是 要在这一带补一个的 补一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变化 补一个之后 就差很多了 因为这部棋呢 是被白棋给抢到了 这一步逼 应该说 对黑棋这两手啊 拆啊 拆山应该说 又形成了这个威胁 黑棋可能还得 继续往前走 这样子的话呢 走成这个图形之后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黑棋在下面呢 活了一些木树 然后呢 白棋呢 有一道外事 那这一代呢 白棋呢 有能够争得先手之后 继续抢外面的大厂 这个图形 黑棋不满 请记住了 大家 这个时候是黑棋不满的 那么既然黑棋不满 那黑棋肯定是要 想想其他的办法 有没有其他的下法呢 那么当白棋 这个长 然后黑棋斑 虎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黑棋简单的冲了做活 那是黑棋不好的 那这个时候 黑棋假如说 单夹出来怎么样呢 它是 这个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白棋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随意的 这个往下立 要立的话 这个时候就中了 黑棋的档 上他的档了 挡住 他有一段 好奇 一段吃 由于这个是先手 你接上我就把 这两个字给吃了 所以啊 黑棋 这个夹呢 它是引诱你立下来 这个地方 请大家记住了 那他不能立的话 肯定是要打吃了 这就是黑棋的 这个当时 就是夹的时候 是这么想的 他就是要跟你打结 打结 我们来看一看 白棋提掉 完了呢 黑棋有一个本身结 我们冲一个 然后 这个时候呢 白棋 如果拖先提掉 黑棋尝出来 白棋跳 走成这个形状之后啊 应该说是 白棋满意的局面 为什么是白棋满意的局面呢 因为这块白棋啊 是不怕黑棋去攻击的 因为随时这一跳 就已经是连回去了 最关键是提掉 这个两个子之后啊 黑棋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串的黑棋呢 是没有眼味的 所以走成这个局面呢 使黑棋啊 不利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看 当黑棋就是说 嗯 我们不是说了吗 打结的时候 白棋提 黑棋冲 挡住 白棋要是硬结怎么样呢 就是他觉得被黑棋冲出去 可能不舒服 其实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解解释过了 黑棋冲 白棋提掉 这个结果呢 是白棋好 所以呢 嗯 大家只要 如果要是对手走成这种局面的话呢 大家只要参考前面这个图形 就是白棋不错的局面 那么白棋挡住怎么样呢 白棋挡住的话呢 黑棋提掉 同样这个时候啊 白棋他也是没有结财 而且外面有很多的断点 那他想这个地方有一个本身结怎么样 我们看看 接上 那黑棋必然是断 接着白棋提掉 最关键啊 因为一上来肯定是粗棋无结啊 这个时候黑棋啊 这个家啊 有一个本身结 你要是提掉呢 我就叫吃 你接上 我再打吃 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行 那么白棋当黑棋夹的时候 他只能接上 那黑棋再顺手提一下 我觉得要是走成这个形状的话 肯定是黑棋好 就算你这一带 走一下 那我就提掉 由于这个地方太厚 你竖下来 我就拆一个 这个打结是黑棋便宜 所以说 嗯 白棋根本就没有必要 当黑棋冲的时候啊 算了 把这个棋提掉 请大家记住了 尝出去 然后跳出去 这个打结呢 白棋应该是 能够满意的 不要过分的 在就是顽强的抵抗 就是该给黑棋的 给他一些 那么介绍完 这几个图形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一些变化 嗯 当这个黑棋 拆三的时候啊 白棋假如说 嗯 先 就是这个角啊 我先不跳 我先留着 先走外面 其实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是 干嘛用呢 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说 那黑棋 还是要往外跳的 因为你要是不走的话呢 再被白棋走一手呢 可能会攻得很惨 所以 他往外跳 是比较正常的进行 接着 白棋 这个地方点一下 黑棋得硬 然后他再长一下 这几手交换 他是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摆完 您就知道了 他呀 这个时候走完之后 脚上再来跳 他是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打结呢 当黑棋冲的时候呢 挡住 他是不行的 他原来啊 这几手交换呢 是为结材啊 是制造结材 就是留下的这个好棋 我们来看看 白棋跳 那黑棋同样也是这么下 然后呢 当黑棋顶的时候呢 白棋肯定是要长的 然后黑棋再 扳 白棋扳 黑棋同样 这个时候加 白棋叫吃 黑棋唬一个 然后白棋提掉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有一个本身结了 冲 然后 由于这个地方 有制造的结材之后呢 白棋呢 他是挡住 然后 黑棋提过来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前面 接上是 没有用的 因为被 这个一打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 怎么办呢 他这个地方啊 由于前面 有了这两手交换之后 是黑棋下面呢 已经走 中了 那么这个 看看黑棋 是棋子 被白棋冲过来呢 还是这个 总之 他这个黑棋啊 已经不太好办了 那他被冲过来 觉得太大了 他接上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上的话呢 白棋就提掉 那黑棋 他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有劫财 白棋把这个提掉 然后 你是往里面走呢 还是往外长呢 就算这样子吧 走成这个 两个就是 转换的图形之后 这是白棋 有力的 这个转换 应该这么说 因为 这一块呢 黑棋呢 已经彻底 被白棋吃了 目数很多 所以关键呢 就算你走到 这两个之后呢 这一代呢 白棋还是 有借用的 以后 有机会啊 白棋 甚至于这个时候 他都可以跳出来 这一个尖 先手 由于这个地方 白棋太厚了 这一串的黑棋 还是没有活干净 所以 打结 转换 这个图形 这个局面呢 是白棋 有力的局面 请大家记住了 那么 我们再 回过头来 看一看 在我前面 介绍了 当黑棋 棋结的时候 白棋冲 那黑棋要是 拖鲜 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的 拖鲜啊 那黑棋 必然是要 提掉这个字 只有走这一步 那么白棋冲过来 然后 黑棋顶住 坐活 坐活嘛 肯定是要求 然后白棋 挡住 黑棋扳 这个时候呢 白棋先冲一下 好 当白棋冲的时候呢 黑棋肯定是要挡住的 接着 白棋连扳 不给黑棋 有这个 变化 接着白棋 接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局部呢 还没有活干净 所以他得煎一个 走完之后呢 黑棋 白棋 拆过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虽然 黑棋啊 把这个地方提的特别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 我们来看看 他这道这个 铜墙铁壁啊 远远超过了 黑棋的这个 威力 所以说 走成这个图形的话 我觉得是白棋 相当满意的局面呢 那我们 那就说明了 他这个地方啊 打劫啊 黑棋冲过来呢 被白棋冲过来 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当白棋 冲 黑棋顶 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 扳 前面我们说了 先冲一下呢 是不给黑棋 有任何的这个变化 那他如果要是连扳 怎么样呢 连扳 假如说 黑棋要是单粘的话呢 我觉得 白棋 这两下不焦化 会更好 那当然 当他连扳的时候 黑棋 他可以转身了 接上 他把这个子给吃掉 如果要是多了 这两手 交换的话呢 我打吃 你提掉 我就可以把 这两个黑棋给提掉 但是呢 由于 这两手啊 他没有交换 所以白棋冲的时候呢 黑棋可以提在这儿了 那你立在这儿 要是走成这个变化的话 当然 嗯 这个白棋也是不错 因为把这两个子 这三个子割下来 而且走的也是很厚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下棋的时候 肯定是要选择更好的下法 所以说 这个变化 虽然是白棋 也是不错的这个局面 但是我们有先冲完 再连扳 不给黑棋任何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那是更好的 好的 那我们说完这个图形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的一些变化 把这些都拿掉 嗯 当黑棋拆三的时候 白棋逼过来 然后黑棋跳 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呢 也介绍过了 这个地方啊 先点一下 长 那是制造结材 那这个时候 它假如说要是 先不点呢 我们来看看 同样 它也是点角 然后黑棋 猴一个 白棋长 接着 黑棋 拌 白棋 拌 黑棋 加一个 这个时候呢 嗯 白棋叫吃 黑棋打吃 提掉 然后冲 这个次序啊 应该说是必然的 没有其他的下法 黑棋提掉 然后这个时候啊 嗯 因为前面这个图形呢 是点完之后 再冲过来 那白棋这个时候 同样呢 也是点在这个位置 因为由于这两个交换之后啊 呃 形成了这个白棋 有一个次的这个 结材 那白棋 黑棋如果提掉 白棋这个冲断 这个图形 应该说也是 比较明显呢 是白棋好的 这个局面 所以呢 我想请大家记住 就是如果 当你们走成 这个图形之后 打结 这两手 要是没有交换 在前面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冲啊 白棋 黑棋呢 当黑棋冲的时候呢 白棋可以不理 把这个提掉 那么如果 你要是 想要理的话呢 那记住了 不能单走 单走的话呢 被黑棋提掉 是没有结材的 一定要这个地方 先逼一个 当黑棋跳起来 可以做一下交换 那就我们讲了 前面的那个变化 那么 不走 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白棋 有很多很多种的 这个选择 单点一个 这也是 白棋 就是非常自慢的 一个结材 黑棋提掉 那白棋冲过来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图形呢 是白棋 有力的图形 那先点之后呢 结材冲过来 也是白棋 就是成功的 这个图形 那么 这几个图形 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 再来看一看 其他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是 我们前面说 那是拆三 拆三的话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 有很多很多种变化 那我们 来看 这个 稍微 多拆一路 多拆一路的话呢 白棋 这个时候 也同样 因为也是 制造劫材嘛 先逼一个 看你怎么走 那么黑棋 飞一个 那当然 这个图形比这个图形要好的很多 我们来看 这个逼过来 逼过来的话呢 同样呢 嗯 是单跳一个 还是走其他的呢 那么 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留到下一期 这个节目当中来说 到底是先点一个呢 还是先跳一个 好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 这一期的内容啊 就先给您讲到这 下一期 我们接下来说 好 好 好